在這個市場上 我們說在臺灣 基本上這個自由住宅率是非常高 超過八十五趴 所以將近只有十五趴的人是在租房子 但是租房子 我們來看這個到底划不划算 我們先看臺北市 剛才朱老師說 剛才這個在臺南的投報率可能很高 八趴九趴在那個時代 那臺北市的確是不太高 我們看到臺北市目前平均的租金 每平差不多是一千四百塊左右 這個實價登陸今年上半年 那對比我們上次有講過 目前的這個臺北市的這個中古均價 差不多每平是七十萬 所以說等於是這個投報率 差不多是二點五趴 那到底高不高呢 其實是如果買新城屋的話 基本上或者是這個公設比比較高 甚至豪宅 投報率都在兩趴以下 但是買這個舊屋 甚至是公寓 基本上投報率都可以到二點五以上 所以對於剛才講說 這個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先看房貸負擔 現在是兩趴 最高到兩趴 如果說最高最高到年底是兩趴的話 二點五到兩趴 他至少還有零點五趴的利差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繳房貸 比較合理對不對 所以這張圖要告訴大家是 如果你真的是要成家的話 第一個你選房子 不管是你要租要買 可能都要去選到蛋白區 蛋白區基本上實惠很多 可能都只要折半的這個價格或成本 所以以目前來看大家不要失望喔 我們現在先看的話 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住在臺北市市區 跟我年紀差不多 住在我們附近 松山區過個橋 其實就到這個內湖 然後他們跟這個兩夫妻養了一個小孩 三個人 然後租在一個這個松山區的舊的 這個還不是華夏是公寓 每個月租金也要五萬塊 蛤 對對對 四萬多五萬塊 他的公寓很大嗎 租公寓基本上這個面積都蠻大 這樣也要五萬塊 要五萬塊 最可怕的是沒有車位 所以很辛苦喔 如果你想你工作業務是不是要跑 要要開車 帶小孩假日出去玩是不是要開車 所以他的確也有一台車 所以他的車怎麼辦 很辛苦 在松山區甚至是這個排車位排不到 他只好停到這個以前停在Costco地下室 然後他怎麼回家 騎腳踏車 騎機車或者騎U-bike回家 那或者是他只有假日才來開車 後來呢 我們知道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大賣場 他基本上也不讓人家停車了 他開始要收費 所以他只好停到舊中路 只要看到有空車位就停在那邊 所以很辛苦 生活品質很差 每個月還是要付出五萬塊 然後問題是第一個小朋友要念書 你的學籍怎麼辦 你學區也沒得選 第二個是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這個基本上我們剛剛講是沉默成本 你們兩個夫妻債會賺 家庭這個所得 月所得十萬塊二十萬 基本上還是五萬塊還是交給了房東 完全是沒有所謂的儲蓄 或者是增值的效果 所以後來他們想一想 那乾脆我們去貸款 那我們住到哪裡去 住到新北市的第一圈三重中和細紙 基本上離他們的工作場所交通距離都只要三十分鐘 所以完全是用他的這個買的這個我們說他的月付金就可以cover他的租金 所以我們要建議消費者其實不要再執著在台北市的房間 不用再執著 太辛苦了對不對 好好ok ok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是怎麼看 這張圖是要這個 蘇維哥那我們看什麼 這一次 這一次我們要看 以前大家都會說這個房價所得比 就是不吃不喝嘛 幾年嘛 這個是今年第一季的這個數字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大家會討論的 就是說房價負擔比 房貸的負擔率 對 房貸負擔率到底合不合理 房貸負擔率到底是怎麼算 怎麼算 基本上他是用一個非常僵硬的方式 他的分子是月付金 分母是月付金 分母的話 對對對對對 分母是所得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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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支配所得 那這個月付金的這個學問大了 為什麼 他的月付金 他基本上是非常僵化的是用二十年期的本利攤 在計算 但是大家知道是我們現在貸款時間 到底拉多長 剛出老師說三十年 好 基本上 我們從二零一五年之後 所有的這個貸款期限 這個是我們看到是金管會做的統計 是 金針的這個貸款的平均貸款期數 到目前為止已經到兩百八十七期 這個是幾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所以現在我們過去講 大家都很保守 貸不到二十年的時代 或者是銀行 大家很想把它還完 因為利率太高 現在不是 大家希望借月九月好 能多久就多久 拖越九月好 最好看以後有沒有五十年六十年 是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的方式來讓消費者理解 大家千萬不要被嚇到 剛才講這個房貸負擔率率三十八趴 這個已經超標了 臺北市是五成八成六成 感覺好像活不下去 所以就把它時間拉長 基本上 實際上 實務上就是把他時間拉長 是 大家不要有過度的這個想像 認為說過去這個用二十年來算 是 這個房貸計算機一算 最後都不能帶 所以我覺得你有那個在那個暗藏置入 要大家買房 不是 第一個是 因為早期我是在銀行做 因為我太瞭解說 大家對於銀行貸款的迷思 或者是僵化的想法 因為其實銀行的這個方案是非常多元 而且是有彈性 不管是期數 或者是利率都是可以彈 可以搭配的 真的 所以有貸款請打這個 舒惠哥的電話 你知道嗎 所以過去大家會說 這個我這年紀多少 這個烏零多少 所以我只可以帶多少 我的負擔成本是應該是佔幾趴 這個所謂的三三三法則 基本上都是被打破的 因為我們剛才臺北市的這個負擔率 已經超過六成了 表示說大家根本不是守這個二十年的 這個年期的這個規範 所以我們看到最可怕的 是什麼 賣乾的新竹 帶到三百期 那臺北市相對來講 真的我說 臺北居大不易 是 臺北市真的 還是比較不適合大家做手購 或者是年輕人購物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貸款期數 基本上 你去買這個臺北以外的地方 其實你都可以有 很輕鬆 也還不錯 所以我們剛才那個案例 他為什麼一定是買在臺北市 我們打破那個地獄的想法 因為我們就一直想說 我要在我家附近嘛 你根本別想 對不對 像我們住臺北真的很難買嘛 那我去買個這個彰化 可能很好買 是不是 如果你的工作在那邊 為什麼不在那邊做 我不在那邊工作 我也想要在那邊買管他的 對對對 那你買在彰化 那我去租給人家 對對對 你買在臺南在起跑點 這兩年前入場的 我們看到現在租金也往上漲了 價格也往上漲 那未來基本上看起來 我們說這個目前的投資選擇 或者是金融工具 已經變得很多元了 所以很不錯 對不對 那我們最後一個一個小小試算 對 所以我們剛剛講 二十年年期 如果我們剛剛講抓高標 貸款是兩趴的話 貸一千萬 每個月的月付金 的確是蠻重的 是五萬塊 五萬塊 但是我們剛剛講 三十年的話 如果 三萬六 三萬六 是不是打七折 四十年的話三萬塊 對 所以像這個治癒的話 那麼年輕十八歲 貸四十年的話 還還得起 你看房貸的負擔 馬上變打六折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這個是好像交投資客的做法 但是我必須講 以前在銀行我們是這樣做 能貸多久就貸多久 你手上有閒錢 領到分紅獎金的時候 拿去還什麼 還本金 一次還 所以你本金的這個部位 馬上降下來 你的月付金 馬上就降下來 所以我們是有策略的 運用這些金融工具 來讓大家趕快有成家的夢 或者是減輕經濟負擔 是 所以呢 最後數位 各位 來 我們剛剛看到 我剛剛破底的第一章 告訴大家 那個年輕的小美眉 然後他的一個想法 就告訴大家說 他這個自己買了新房子 然後他反而是出租去 那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想法來看的話 或許這是一個大家比較智慘的一個 比較快速的捷徑 對不對 對 以目前的這個房價 或者是租金成長的趨勢來看 的確是可以這樣思考